大家好 今天主要會介紹一下TRAPEAK這個東西 那 呃 我大概玩了Cubinetics大概兩年左右 那 後來發現這個東西其實非常好用 所以 接下來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怎麼樣去減換你的 這樣的一些環境的部分 然後 然後今天的投影片我把R8網路上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 現在可以同步 把這個籃子打上去 然後就可以SS到這個頭 呃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大致上 從事軟體開發的工作大概17年 那 我之前在掩護 擔任工程師有13年的經驗 那 我本身是後裝工程師 那 那 後來發現 Cubinetics跟Duck這個東西 出來之後 呃 非常喜歡主要是因為 以前在看後段的時候 光Depoint的這一塊就會搞你要死要我 然後 以前我們在 咬戶在做 Depoint的時候 就可能10個20個人就唸了 然後 Depoint那一天就整天就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 那 那 或是說你需要裝一個空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 你要裝一台設備 你可能要去 Depoint什麼 然後就要裝 那 這個東西 Depoint那一天就出來之後 還有Duck 基本上他 幫助我們去 降低很多這種 呃 Ting Work 然後他瞬間可以 從一瞬間 呃 就可以達到 呃 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這樣 那 我現在是自己成立公司 所以我是CEO 然後監工有的角色 好 那我們來談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呃 主要是 原作在 呃 作者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其實是這樣子的 因為 他 Prevent 很多 Service 大 Micro Service 你現在Build Service非常快 非常簡單 那 這個時候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這些 Service 如果 你真的 每一個東西都按到可以Run HTTP 那你就會發現 每一個 Service 前面都需要 第五桌熬0 每一個 Service 都跑一個NGX 那 或是跑一個 呃 呃 呃 可能 Ingress 之類的 那 光搞這些東西的設定 你可能就會先搞自己這樣 所以 然後再來是他的一些Louting 啊 他的一些 呃 他的一些 Certificate 這些東西 如果每一個 Service 我都搞一次 那 光搞這些設定 你就會犯死 所以 這些 Service 其實有一些共通的事情 就是 他會需要一個 Reverse Project 那 那 自備卡掉 好 就是 為什麼會需要 呃 Reverse Project 負擔了哪些事情呢 就是 第一個 他 會去共同管理 HTTPS 的一些 Certificate 然後去提供 HTTPS 呃 服務 然後再來就是 他會有一些Louting 相關的設定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那 後來這個字被卡掉 這是Low Balancer 就是 呃 基本上 他也負擔了 你的Low Balancer 例如說 你的後端的某一台 某一個群組的Server 如果死掉了 一台 那這個時候 他的Balancer 會重新在ReBalancer 這樣 那 那 當 Reverse Project 我們大概有哪些選擇 基本上 呃 在Kubernetes 你比較常見的是 大概就是這些 例如說 你會去 呃 Adopt Cloud Ingress 也就是說 例如說 呃 GCP的話 你可能會用他的 CDN 然後 或是他的那個 Low Balancer 然後 AWS的話就是 ELE 然後 呃 你還有其他的選擇 例如說 Apache的Traffic Server 他其實也是 Reverse Project 然後 Nginx 其實也是 那再來就是 Traffic 那我們現在 將剛剛的 服務 跟那些 一大堆你要管的服務裡面 放入 Reverse Project 服備 卡 好 那 我們放了Reverse Project之後 基本上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所有的連線的這些事情 就有Reverse Project 去幫你過 那 對於做服務的人 就只要去專心 去把服務做好就好 那 可是 就會有人問說 其實 是不是真的 呃 主要就是把 這三件事情 抽出來 HTTPS Routing 跟 Low Balance 這三件事情 抽出來 然後讓 Reverse Project去管理 那 你後面再做服務的人 就會簡單 單純很多 你只要去 針對 你的 例如說 你的API Server 那你怎麼去控制 你的API Server 有一些相關的設定 就好 然後 呃 那 我們 假設的是 如果我們今天把他放入 Nginx的 拿來當Reverse Project 那 有設過的人應該也知道 不過他的設定 其實就是 很難寫在 那 然後再來是 他的東西其實 在 在 在使用起來其實 也沒那麼方便 所以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介紹一下Traffic 那 他其實就是等同Traffic的這個字 那 所以你會看到他 然後他的Logo其實是一個 然後 後的 吉祥物 然後再來就是 兩邊有 或者指揮棒 主要就是他其實講的就是他 用購協 然後再來是去管理整個網站的Traffic 所以進來之後就會變成這樣 你不管 你不管 在Internet的這一端 那 你的Domain是什麼 你就直接把它派上去 然後 呃 經由Traffic 的話 他會自己去幫你轉移到底要丟到後面的哪一個Service上面 那 那我們來談一下 呃 整個 他那部的結構 大致上分成哪幾塊 就是說 如果 如果你本身 純用Traffic的話 你大致上要先了解 他會有這三個東西需要設定 那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一下 Gubernetes這一端的設定 其實他會 他已經有把它進化了 好 你必須先設一個Entry Point 也就是說 你到底要拍的Call 哪些 然後他到底 呃 他的一些行為是什麼 他要做一些Reconnection之類的東西 然後如果你有Service可以 你也有PyzeriGpoint這一段 然後 呃 然後 接下來 他還有一個叫Frontend跟Backend的部分 也就是說 Frontend這邊主要管的是一些老體相關的東西 然後 然後去決定哪一個 Frontend哪一個IP之類的 或是哪一個Case 然後 會 會導到後面的哪一個Service 所以 這邊 就是由Frontend跟Backend去形容整個 呃 整個你的老體相關的關係 所以他把它的東西分成三層 第一個是 你的一些Portacle跟你的Certificate的東西 由Entry Point的去管 那如果 呃 今天不會講到那麼細 是因為Certificate這一段的設定 呃 會有一點點複雜 然後再來是 沒有環境Portacle 所以 我就這一段就不會再講 但 就是第一個 你要先了解一次 你的Entry Point 你要先去Certificate 你的Portacle哪些 再來就是 你要怎麼去勞聽它 那 講一下Tific的一些功能 大致上 哪一些 就是 它 其實它的Portacle是用Port 所以非常小 所以 我目前在實作上 發現 例如說 你砍掉一個Tific的Port 再起來 只要三秒鐘 這個速度其實算很快 然後 它的Image也很小 所以 我們在Deployment上面 或是說我們再 重新再起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的速度非常快 然後 它的 它的Config有寫到 可以做好Reload這樣 所以 例如說 你的設定變了 你不用去 把整個Trip一個砍掉 然後 再要重新載入這樣 因為這樣子會變得 痾 你在實際的 圍運上面會變得非常麻煩 然後 再來是 它Support一些 比較知名的一些 就現在比較常會用的一些Port of Go 例如說 像 WebSaki 跟HDD2 Miradded 然後 再來是 它本身 可以幫你管理 HDD的Certificate 然後 它的Backend 跟 諸多的 一些 現在 Occustration 本身 是有間階的 By Kubernetes 而且 它跟Kubernetes整的 非常的 融洽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它怎麼去整 然後再來是 它可以Support一些 LowBalance的設定 例如說 Weight的 WrongRubbing 或Tenemy的WrongRubbing 它也可以設一些 段步條件 就是說 你可以去設定 當網路 或是你的Backend 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 發生一些網路 的品質 不良的時候 你可以將某一條路 把它斷掉這樣 那再來就是 它的 Mirad Support 將這些東西 丟到一些 現在比較夯的 Monitor System上面 另外還有一個 它比較 比較 比其他好的 是 它本身 有把API開啟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你要 從你的 網路去操作的話 你可以直接 去控制API 就好了 如果你有 一些特殊的需求 你希望一些 Dynamic的 一些設定 然後 或是 你可以自己寫一個 Config 然後直接 位上API 它的 東西就會直接 在線上 設定 就直接 跑到線上去 然後 還有一個 很好的是 它本身的 Less Encrypt 是RADIATE 就是說 它上面 你可以很簡單的 去設定 Less Encrypt 那 讓你在 某些狀況 在 在開發 的一些 例如說 你自己的 side project 或是 你自己的一些 小開圓的專案 你用這個之後 在 你要 弄一個 HTTPS 出來是非常簡單的 那我們來講一下 怎麼樣在 Connectics 去使用 Trading 基本上 就是 會需要有 下面的幾個設置 就是說 你需要 有 有 有 Trafficer的 Increase 然後再來是 你要去 Build a Service 給Trafficer這樣 那 然後再來是 呃 你需要去 去 呃 弄一組 Deployment 或是Demon Set 那 這裡 等一下我們再來探討 為什麼它會 談到Demon Set這件事情 然後下面兩個 綠色是 如果你有 需要設 SSL相關的設定的話 或是說你的設定會比較複雜的話 你才會碰到 就是說你可以 暫時不會 如果你的設定比較簡單 你是不會去碰到 Trafficer的一些 Config 也就是 剛剛看到那個 Entry Point 還有 Front End Back End的那些設定 那 你的 Shipers 就直接可以 放到 呃 就是 Gemonetics的Shipers上面 所以 這邊 有四組的設定 等一下 我會做一下簡單的Demo 但 呃 因為沒有網路的關係 所以我會 我實在老婆做的 很多東西 好 嗯 我昨天已經用了DAC,然後自己在那附件的一個 把剛剛那些設定拿去回進去了 所以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它的web介面這樣 它有一個簡單的web介面可以讓你看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邊有哪一些frontend跟backend 然後它的設定是什麼 例如說現在你frontend的設定是當看到這個動end的時候 它會導到後面的這兩組backend上面去 然後這邊有它的一些pales的狀況 然後現在的tump是11嘛 然後所以我們照 我們照這邊的設定我們來打一下這個動 是不是很像師傅 我們也要用這個是我們來看看 我們在討論資訊下的行為 有些人的貢猩 在同時的陣子 這是有多貢獻的 如果也是從前來用三物貢獻 這個主要是可以先打開 我們會先打開 這個主要是可以打開 這個主要是可以打開 前面電腦 後面電腦 這邊已經把Tripic run起來了 然後這邊有一些在剛剛的設定上面做出來的一些Service 然後它的Service很簡單 就是剛打到這邊的時候 那它就會顯示這個名字這樣 然後剛打到這邊的時候它會顯示這個名字 那我們先打一個沒有名字的 那它會拿到4.0.0.5 然後這個時候它的Health上面這邊 再打一次 它就它的Service就增加力這樣 因為它沒有打到任何的Backend 那剛剛有看到我這個有設定了一個Steelton的Domain 然後我今天從這邊打過去 那我拿到一個Steelton 那這邊的Tount已經從剛剛的11變成14了 那它的設定基本上在 其實它的設定基本上在整個Cubanet 整個它的Document是寫得非常詳細的 所以之後 如果需要的可以直接去看它的Document去試就好 那它的Image就直接這樣破 你就可以直接來用 也就是說 其實它本身當時在寫的時候 你是可以單獨直接使用Tripic 所以不一定要用Kubernetes 那只是因為它跟Kubernetes的整合 你可以直接 你設定完之後你可以直接從Ingress整個去設定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我現在的Ingress只要再增加一組兩組三組 基本上它卻不會透過Traffic去幫你做管 那我們來講一下為什麼我們會關注到這個東西 主要是因為我們公司本身是用GCP 那在GCP上面就發生了一個場案 是因為我們用了 我們用了Wirecard的Domate這樣 也就是說 本早期的那個 Kubernetes的Ingress 它不Support SNI這個部分 那 這時候就悲劇啊 它就不Support這種東西 那我們又想要掛SNI上去 那我又不想自己去設定 Low Balance的這些東西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找了其他一些替代方來看 後來就看到Traffic的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比較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省錢 為什麼會省錢呢 就是 如果你去 你去 你去使用 然後相關的 例如說 AWS或是GCP的Low Balance 如果你用Ingress的話 它本身會 產生 你每一個Domain 然後你每一組 就是你只要 你每一組新的Domain 你就會產生一組新的Domain 或是產生一些佛錄這樣 那 這個時候就變成 如果你下面的Domain 那時候 它會 它只會Bundle 一個Low Balance 的Port 的 一組Low Balance 在上面 所以可以確保 如果 如果你的 Use Case 可以的話 其實是可以利用這樣去 達到一些省錢的目的這樣 那 我們來談一下它的 呃 它的一些Use Case 呃 它的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用的一些 案例 例如說像 Side Project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東西其實流量很小 然後你只是為了一些測試 用 那再來就是 呃 開發環境的部分 你其實是可以用Ingress去補 那 會讓你的一些 設定跟管理會比較簡單 或是一些 公司網路的環境 基本上 公司網路的部分 流量都不會太大 所以上面講的這些東西 基本上它的流量 都是在一個不大的Case下面 然後或是你的網站 的Traffic很小 我講的很小 可能是例如說 你1000個QPS以下 可能都 算還好 用Traffic可能還算可以接收成 那 最後我做一下總結 就是 感覺上 呃 這個東西 就是 它可以方便幫你做一些管理 那 很多人就會想說 好吧 那我就全面來用它 那 它 它有它的一些 問題在 再來就是 基本上 你要用的 你就得去管理它 那 它其實 它其實就是會布一些新的PAS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的流量過大 那 你就得去 你就得去管理那些PAS 然後 或是說 呃 你必須去把 Traffic自己獨立組出來 然後 去 去讓某些 流量大的一些Domain 或是 服務 然後可以 單獨的有一些 呃 就是 不要去受其他東西的影響 那 有人就會想說 那 大流量的Case 沒關係最後 就 好 那我們最後談一下大流量Case 就是說如果 我個人認為 用Traffic行不行 沒有不行 可是 就是 你得花很大的流量去Tune它 因為 當流量大的時候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 所以 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 大流量的建議 其實 我比較建議 去用各家自己的Lobain 就是各家靠自己的Lobain 的車 不要用Traffic這樣 因為 呃 有些 就是 如果你要用的 可能就得付出一些比較大的代價 是 你怎麼去Tune它 Tune到你的流量 例如說幾千幾萬個Request 都不會有問題 雖然它很好用這樣 那 那 以上次我建議 以上次我建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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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